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消费者行为学 在今天的这节课当中呢,我们将集中探讨 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情境因素 之前我们介绍过,如果将消费的过程进行划分 那么可以划分为购买前、购买中和购买后三个不同的阶段 在之前的几个章节当中呀,我们已经分别介绍了 感觉与知觉、学习与记忆、自我与人格以及态度 这些呢,讨论的都是第一个阶段,也就是消费者做出决策之前 这几课当中呢,我们讨论的则是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购买中 也就是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的时候,影响购买决策的那些因素 在做出购买决策的时候呀,消费者的前置状态 以及购物环境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前置状态呢,包括商品的用途、消费者的时间压力、情绪以及购物取向 购物环境因素呀,就包括购物体验、购买点刺激、以及销售互动 这些因素呢,接下来我们都将分别进行探讨 我们首先要探讨的呢,是消费情境 消费情境涉及到的因素很多 不仅包括买卖双方、销售的产品或服务 还包括许多其他的因素 比方说,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原因 以及消费者呢,在购物环境当中的感受 其实呀,营销者非常重视这样一种消费的情境 主要的原因呢,有以下的两点 首先,情境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之间呢,存在密切的联系 购买行为呢,受到商品使用情境的影响非常大 另外,消费者呢,在不同的情境当中呀,扮演不同的角色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情境与购买行为之间的关联 现在,请打开你的衣柜 里面应该挂买了各式各样的服装吧 我们之所以要购买这么多套衣服 一方面呢,是想要更好地打扮自己 表现自己 另一方面啊,也是因为不同的衣服适用于不同的场合 在购买一件衣服之前呢 我们会先思考自己会在什么样的场合去穿这样的一件衣服 这呢,就是消费情境与购买行为它们之间的一种关联 如果你有逛实体书店的习惯 会发现每个月啊,摆放在重点书架上的书籍种类会有所不同 以美国为例 由于很多美国人呢,都有在暑期度假的习惯 书店的重点书架呢,会在六月的中下旬 推广一些适合在度假期间啊,消遣的读物 有了社交媒体之后呀,营销者更是会密切地关注消费者的一举一动 如果消费者呢,发布了一条新的状态 或者转发了一条新闻 商家呢,就会通过算法从中解读出重要的信息 从而啊,为消费者有针对性地推送商品的广告 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看情境性的自我形象 以下两幅图片有什么相似之处,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相似之处就在于啊,图片当中的人啊,都在喝酒 不过呢,如果一个男生呢,是和自己心仪的约会对象喝酒 他可能呢,会非常在意自己的着装啊,自己的形象 相应的呢,会选择比较有格调的酒吧 也会点上两瓶Whiskey或者鸡尾酒 不过呀,如果是和朋友们开怀畅饮 他可能呢,就会选择一家大排档,点一扎啤酒 你看,同样是喝酒 但是呢,由于消费者呢,想在不同的情境当中 表达出不同的自我形象 所以呢,他们在消费的选择上 也是有迥然的差异的 以上两点呢,对于消费者的启示是 在制定产品的市场细分策略之前呀 应当充分考虑这个产品的使用情境 具体来说呀,营销者需要考虑哪些人群是这款产品的目标消费者 以及这款产品呢,有哪些不同的消费行径 有了以上的思考之后呀,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产品的矩阵 根据这款产品不同的消费场景、使用场景 去有针对性的呢,进行推广 然后去强调这样一款产品它的不同特征 让我们以防晒霜为例进行一个练习 这款产品的目标消费者呀,可以划分为青少年、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 三个不同的人群 还可以呢,根据肤色和皮肤的敏感性做进一步的划分 在使用场景方面呢,包括户外运动、旅行以及办公室 有了以上的思考之后,你能否建立一个产品的矩阵 根据它的不同的使用场景以及不同的目标消费者 来制作不同的商业广告呢 期待你的广告创意